这是一个关于父亲的故事,我给大家来读一下 父亲是个孤儿,不到三岁母亲就去世了 是姑姑把他带大的,姐弟俩瘦尽了白眼,艰难生存 后来姑姑又带着他出嫁 姑父嫌弃他是个拖油瓶,从来没有给过他好脸色 加上日子过得贫苦,姑父经常把生活的怨气发泄在姑姑身上 他第一次对姑姑动手的时候,我爸已经19岁了 抄起家里的凳子就要跟他拼命 最后姑父被打成重伤,整条左臂失去了劳动能力 我爸也因此入狱七年,并落下了忘恩负义的名声 当然,那次姑父把我爸打得也不轻 本就沉默寡言的他几乎不再说话了 爸爸没有上过学,连一把以内的加减法都不会算 但他大脑并没有受伤,最多归结为精神受了刺激 后来爸爸刑满释放,无家可贵的他就去了一家煤矿做了矿工 我妈带着两个孩子嫁给我爸时 哥哥七岁,姐姐三岁,我爸三十五岁 妈妈的前夫因病去世,家里欠了不少外债 嫁人是无业的妈妈把两个孩子养活的唯一方式 我爸这样的一个绅士,在介绍人的眼里与妈妈实在是门当户对 一个傻却有前科,一个托儿单女 而我们用了很漫长的时间后来才知道 当初打动我爸的不是妈妈的贤惠能干 而是他带的那两个孩子 没有婚礼,我爸骑着三轮车拉着他简陋的行李 从集体宿舍搬到了我妈家 傻大黑醋的他出现在我哥哥姐姐面前时 他们都被吓得往妈妈身后躲 我爸从编织袋里掏出了糖块,苹果,香蕉,橘子 还有五颜六色的气球放在桌子上 用期待的眼神看着俩人 我妈妈私底下就对我哥我姐说 看人看眼睛,你看她那眼睛跟个孩子似的 心地肯定也不坏,你们要跟她好好相处 事实证明,这件事情不需要我妈妈叮嘱 我爸对姐姐和哥哥比对我妈还好 煤矿离家很远 所以她只有周日才回来一次 每次回来,她一定会给哥哥姐姐带玩具,带零食 每次走的时候,她都会在哥哥姐姐的枕头下 放上几块钱零钱 我妈很快知道了这件事情 总是趁哥哥姐姐还没有醒来的时候 就把钱收了起来 但我爸还有一个招数 他在家附近的小卖部存了一些钱 跟人家说给孩子花的,不够我还 于是哥哥姐姐成了那条街上最让人羡慕的孩子 因为只有他俩是可以在小卖部里奢东西吃的 渐渐的,哥哥姐姐不再害怕我爸 每个周日的黄昏,哥哥姐姐都在巷子口等我爸回来 然后我爸左手牵着姐姐,右手拉着哥哥往家里走 哥哥姐姐的手里要么玩具,要么汽水,要么雪糕 引来了满街小孩子的羡慕嫉妒恨 他们的家长都阴阳怪气的说 真是个傻子,养别人家的孩子还养得那么开心 我爸真的是疼着哥哥和姐姐 在那个孩子都散养的时代 他却极尽的溺爱 显得那么惹眼,那么的隔隔不住 尤其是结婚两年以后 妈妈怀孕了 爸爸居然不想要自己的亲生孩子 其实他更心疼妈妈是个高龄产妇 况且妈妈常年低血压 医生说这个年龄,这种身体条件不易怀孕 他不想妈妈冒险 觉得有我哥我姐就足够了 那些日子,妈妈为此眼泪都哭干了 但我爸不为所动 刚开始结婚那两年 妈妈想法很自私 想找个老实人帮他把孩子养大 可我爸真心实意地爱着这两个孩子 把他感动了 穿越在傻子帮别人养孩子的留言里 妈妈有自己的执念 想给爸爸留个后 他曾经觉得自己很可怜 可是嫁给爸爸后 才觉得爸爸才是真正的可怜人 爸爸不爱说话 只有见到哥哥姐姐才会美开眼笑 每个月矿上发工资的时候 爸爸都会全数地把钱交给妈妈 他不抽烟也不喝酒 对自己十分苛刻 每年只大方一回 就是清明节去扫墓 妈妈第一次陪爸爸去扫墓时 哭了 因为爸爸在他的父母分前常跪不起 呼唤的却是姐姐 妈妈知道他是想姐姐了 那个把他抚养大 如父如母的姐姐 当年爸爸为了保护姑姑 打伤了姑父 此后姑姑迫于姑父的压力 跟爸爸断绝了关系 爸爸曾经去看过姑姑几次 但他都闭门不见 他给姑姑钱 姑姑又托人送了回来 并让人烧信 如果不是你 我家的男人也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 以后桥归桥路归路 别再联系了 在以夫为刚的姑姑的观念里 他内心始终是责怪爸爸的 而就在扫墓的那一天 爸爸撕心裂肺地喊着姐姐 我妈的心都被我爸哭碎了 他是第一次真心体会到我爸 内心的痛苦和孤独 妈妈是个行动派 从此每个月我爸一把工资交给他 他就给姑姑送去一点 女人和女人之间可能是好沟通一些 不管怎么样 哪怕是不联系 只要是能帮到姑姑 这对我爸也是一个结结实实的安慰 我妈想得很简单 帮我爸维系好和姑姑的关系 再为他生个娃 算是对他孤苦伶仃命运的一个交代 可是我妈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 爸爸竟然不想要自己的孩子 说到底他还是脑子里缺根弦 只要他认为对的事情 几乎没有人能够改变 决定做流产的前夜 妈妈哭得有气无力 绝望之中突然想起了姑姑 于是他凌晨三点起床去找姑姑 姑姑来了 多年没有出现的姑姑来到我家 他扇了爸爸一个耳光 骂了一句 傻子 再不提不要孩子的事情 我就当真没有你这个弟弟 长起如母 爸爸自幼被姑姑带大 一直心存敬畏以及愧疚 这一次他更加不敢反抗 于是在姑姑的强势干预下 这个世界上才有了我 为了表示对我的不欢迎 他拒绝给我起名字 甚至很少暴露 三个孩子在巷口等他 他左手牵着姐姐 右手牵着哥哥 正常爸爸都会把自己亲生的 那个最小的挤到脖子上 但我却只能扯着姐姐 同样是进小卖部 他问哥哥姐姐要吃啥 叫姐姐随便拿 轮到我 只要超过一块钱 就说要回家 哥哥姐姐考得再不好 他都鼓励 而我就算是拿回一百分 他也视而不见 那天 妈妈拿着我的成绩单发火了 你凭什么这么偏心 撇开亲生的后生的不说 起码的公平应该做得到吧 他是后来的 这就是我爸 我亲爸 他话不多 但一句顶死人 这也是他傻子的逻辑 孩子不论亲的还是养的 都得有先来后到 于是在我们家 形成了奇特的亲情生态恋 我爸喜欢我哥我姐 我哥我姐 恋爱我 疼爱我 而我呢 跟我妈关系最近 我妈呢 关键时刻 永远跟着我爸是一伙的 我在一次又一次 跟我爸交往的势力中受伤 受伤之余 跟他的感情又十分的舒服 当然 事实证明 关键时刻 还是我哥我姐 跟我爸的关系更铁一些 我七岁那年 家里发生了一件大事 我爸所在的矿井他方 挖掘机挖了五天五夜 失踪五人 找到了四具尸体 唯一没有找到的就是我爸 进行大事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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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感谢观看